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呢 就是说还要说清楚的是 就是说是有60%以上的患者 大约有60%吧 就是出现逆行射精 也就是说跟平常的射精情况不一样 那个高潮之后射精的时候 那个精液不随着尿道出来 而返回到膀胱里头去 这是由这个手术带来的 这个方病率呢 年轻人好一点 那个年纪大的人稍微情况出现得多一点 这种性生活呢 我们是这样子看的 基本上不会影响勃起功能障碍 但是可能有可能会在心理上面造成一点压力 早过呢 并非是太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造成心理压力 但是呢 放心 就是说不会影响勃起功能障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